三宝妹郭雪芙连车费都缴不好 诶 寻常台北巷弄出现三名疑似是郭雪芙目标群众之寻常男子 殊不知啊 旁边停车场就停着郭雪芙那不寻常的车职 更惊奇的是啊 又出现了一名积次郭雪芙的男子 诶不对 他好像就是郭雪芙本人诶 这寻常男子嘻嘻哈哈 打打闹闹 完全不查女神正在执行一些吸食人间烟火的俗事 才好比叫停车费 但这台机器似乎跟女神有什么过不去诶 可回折腾了老大半天 女神终于搞定了凡人且凡人的停车费 折向她那不寻常的车职去演 诶呀 这明明是一辆寻常的兵士 为何一直要说人家不寻常意 因为我们看过她去追撞过小黄 我们看过她欺压公车专用道 我们看过她去抢货车停车阁 这绝对不是女神的问题啊 一定是你反社会对不对啊 小冰冰 结果这回小冰冰又有新作了 她跨双黄线超车真的非比寻常啊 啊 啊 好